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最多人問我,下碗、手碗 射球時手碗的問題 首先,射球前我們先拆解動作 甚麼是手碗呢? 之前我有一段影片也推出過 用掌骨做控制球的重點 然後分為手指射和手碗射 今天我會說得更清楚 讓大家明白手碗和手指的分別 第一件事,上次說 我用手碗是否不能用手指 沒有可能的,因為會連著 但射球的感覺是 如果用手碗的話,感覺是更整體 會比手指更好 當然,正如我都不停跟很多人說 射得不漂亮,只要練習量足夠 你都是會入球的 但你去到哪一個水平呢? 就靠你的動作了 你可以十球入兩球,都是入 十球入十球,都是入 好像Curvy一百入九十七,都是入 NBA一個 Shooter,稱之為三分射手 平均合格的線是一百入七十五 Curvy頂級是九十七 你很少看到一個一百球入到七十五球的人 射球還是會用手指 就是這樣,因為用手碗必然會比手指更穩定 手指射中距離 可能好像一些中距離的Fair away 它會是OK的,也非常好 因為我Fair away 不用說很用手碗手指 因為近的關係,你可以控制到 但當遠的時候,你歪一度便會炒 角度,你一度便會炒 你變成手碗整體性更高的射法 它會更加準確 今天我們說手碗 首先第一件事,什麼是手碗呢?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廢 這個問題 手碗是這裡,大家都知道 我會怎樣形容這個手碗 拆開了 第一件事,手碗是和這三個手指是平排的 必然是一樣的 一樣的 這個呢 只要這三個手指落 你便會落碗 這三隻手指一落 你便會落碗 好了,斬開這兩隻手指 就是這三隻手指去控制你整個手碗 所以你會看到 可能射完之後 有時尾指會向上 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尾指和手指公 是不會阻礙你的手碗射球的 第一件事 我們就是三隻手指 控制 好,第二 落碗的感覺 什麼叫落碗呢? 你會看到 舊一點的方法射球 手指指寬的 對不對? 手指指寬有什麼不好呢? 第一,落碗 我認為是兩個動作 舊拍一點 90度 落碗 新拍一點 不用90度 輕輕斜一點 已經落碗 有什麼分別? 好了 舊拍90度 當90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的手碗 我認為應該是 儘量 儘量用你的手 碰整整個球 你說中間 要不需要留個孔 天生就有個孔 如果有天 你們可以做到 這裡沒有了個孔 記得傳一張照片給我看 OK? 好了 天生有個孔 不用硬再留 再留就會變成這樣 你便會離開了波 你接觸波的範圍很少 你便會變成難控制 亦都會變成手指扔出去 好了 接著 用你整隻手掌碰了波 然後 三隻手 舊式的90度 90度有什麼不好看 這樣 我們接觸整個波 現在看到 好了 當你越拉後 越後的時候 當你90度 你的手腕會變成形 會變成平 會變成平 你和波的距離就會大 你就會開始脫手 這個就是比較舊式 好了 新式的 我們並不需要留90度 OK? 我們大約 可能 因為我們要保持 盡量波的形狀 是波形的 盡量都是波形的 保持著 碰著波 然後 我們落碗的時候 三隻手指向下 拉 拉 我們並不是手指向前 是三隻手指向下 拉 兩個不同的 好了 解釋了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90度 舊式的 你落碗的時候 通常 90度開始落碗 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 你已經脫了 左手 所以 你經常射球 有容易脫手的感覺 所以你要怎樣? 用手指握著它 抓著那個波 然後 你以為它脫了 你就要壓 一壓的話 你只能向前 只能向前 而你的波 旋轉 旋轉也不強 新式的 現在較為新的 Curvey 尼蘭特 射球都會這樣 不用下90度 整隻手指向下 我們落碗 調轉了 不是由90度 從這裡開始脫手 因為我們本身已經在這裡 然後 你就可以這樣拉 你產生的旋轉 會更加多 會比舊式更多 以前是這樣產生旋轉 這樣產生旋轉 現在是這樣產生旋轉 你可以見到的 舊式 和伸式 兩個都用盡力的話 你見伸式是多一點 好了 為何要有這麼多旋轉 我小時候 人們就跟我說 旋轉有什麼用 就是 當你碰到前框的時候 它就會好像這樣 滾進去 是不是 是不可能的 OK 記住 我們產生旋轉 有什麼好 第一件事 當球沒有旋轉的時候 空氣有阻力的 球的去勢 不會太遠 如果球有旋轉的話 它和空氣有磨擦之下 它會有一種打開了 空氣壓力的感覺 所以 這個球的射程自然會很遠 你見到射得遠的射手 碗是很強的 因為它一定要有一個很強的旋轉 它才可以去到一個很遠的位置 如果你沒有旋轉的射球 基本上很難遠的 如果我們看回 好像Iverson 你很少見它射後 三分後一個車位 正宗教練說 三分後一個車位 你很少見它射那麼遠 它只能射到三分線 但它射球是完全沒有什麼 所以它會多一些中距離射球 另外你看到 Curry或者K Thompson 它們壓碗都是壓到底的 壓到下去 手指向地下 球有強勁的旋轉之後 它的射程自然遠很多 如果我在一個 沒有什麼篩的情況之下 例如用90度射 這個球的感覺 有一點點飄的 有一點點飄的感覺 而當我在一個很強勁的旋轉之下 球會更加穩定 麻煩阿豪 今天又請到阿豪來幫我 新式的60度左右 好 保持在這裏 然後三分手指 拉 OK 那個球呢 你會見到 那個拋物線 會更加比以前高很多 OK 高一點的 一定會高了 因為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很多人說 下不了碗 或者 那個碗 拋物線不夠高 你根本在下碗之前 你已經脫了手 看著 我們打側看 你會更加清楚 當你 那個球 本身 你是向前 出手 就是角度不夠高 在這裏出手 看著 我很勉強才能拿著那個球的 你是不可能落到碗 因為你都脫手了 你怎麼落碗 所以如果你要練 你的落碗 第一件事 記住 你是可以放在這裡 大家在頭上 射球之前 你練習這個動作 下 上 手是不會脫手的 下 上 不會脫手的 當你不脫手 你才可以落碗 明白嗎 我們脫了手 我們脫了手的話 我們脫了手的話 是根本碗 都不可能落到 所以你一定要 一定要 練習這個動作 下 上 不脫手 不脫手 不脫手之下 你就能落到碗 你落到碗的話 攀物線第一件事高 第二件事穩定 因為當有船主的時候 剛剛講過 它的線 因為有空氣 穩定地摩擦 所以它會很穩定 好像有GPS 有導航一樣 追落寬度 這個就是現在的手腕 可以說 一有新式手腕 怎樣可以 容易一些 落碗 還有有強勁的船 令到球入球 好了 接著我們講 怎樣練習一個手腕 第一 練到這個動作 不要讓自己脫手 第二 單手 向上 落碗 站在這裏 接得回球 向上 落碗 站在這裏 接得回球 向上 落碗 站在這裏 接得回球 這個是重點 講了三次 如果你站在這裏 落得回球 就證明第一 你不能脫手 第二 你真正落到碗 因為你發覺有很多人 越近藍底 那個碗就開始不動了 因為由後向前 你就要收力 對嗎 但是如果 你用一個落碗的話 你近藍底 用盡的碗 他也是會追下去的 看多一次 用盡的碗 他也是會追下去的 這個就是 新和舊的一個很大分別 如果你看到人收力的話 我很肯定是落不到碗 明白嗎 另外有一個問題 大家經常會犯錯的 就是什麼呢 球放在中間 好 手腕也是中指 對著中間 對 你就覺得很正宗 也描描描得很正宗 好 看著 這樣正宗的時候 你會發覺 我們一落碗 是會歪掉的 為什麼呢 我們天生的手腕 是向大腿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天生的那隻 應該是薑絲式手腕 我們是人 還未死 還未復活 唯有放在這裡 好了 你會發覺 我放鬆了的時候 這裡有一條線 直落的 就只是這一條線 直落的 你現在的手腕是最直的 這一條線 看多它中指 如果你這樣拎抖它 是否全弄了 全弄了 全弄了 你不能下腕向下 你只能向前 屈住了 好了 當你手腕 反過來 怎樣才是一個直的腕 好了 這樣一個C字 直的 手腕是直的 C字形狀 拿著那個球 大家觀眾一看 當然是覺得我的球 正在向那邊 是不是 好 看著 當我一向上下腕 你就發覺 手腕向著你 是最直的 這個就是我們本身 在射球的時候 一個視角上的錯 你以為這樣是直的 錯 這樣才是直的 所以 如果 有時有些教練 會說 舊派小小的教練 他會說 不可以飛爭 千萬不要飛爭 你不飛爭的話 你手腕就會歪 你不飛爭 你就一定要直 手腕一定歪 你要手腕直 其實你是一定會飛爭 是真的嗎 記住 不是叫你飛到這樣 對 因為這個真的會飛的 你不用飛 放鬆你的手腕 直的 這樣才是直的 手腕 向下 OK 再看一次 手腕 向下 屈腕 向左 為何經常射球 歪向左就是這樣 你會發覺歪向左 多於歪向右 歪向左 歪向左 你屈腕 歪向右 你應該脫手 脫了手 所以歪向右 這就是一般人 手腕會出錯的地方 亦都以為這樣是直 記住 這樣才是直 OK 好了 我講完 教大家 怎樣離定你手腕是直 和怎樣拿球 射球的拿球 那個姿勢 看著 第一件事 我們先做個 finish的手勢 你最想的那個 下腕 OK 對 對 向上下腕 就是這樣 放鬆 放回到你眼 或者額頭的位置 再放鬆 下回來 你就應該這樣接球 上來 下腕 你就自然會回到那裡 再看一次 做了finish的手勢 放鬆 放鬆 放回到眼 再放鬆 肩膀 你接球應該是這樣 我相信 應該沒有人會夾得住 這裏 所以為何你一定要飛爭 你飛爭 你就會直 明白 OK 自己試試 量度 你的位置在哪裏 放鬆 放回到你 量度 好 講完練習之後 再講到一樣 怎樣可以令你的落腕更加穩定 我剛剛講過 三隻手指向下拉 為落腕 怎樣可以確認你這三隻手指向下拉 一開始講了 你這兩隻手指沒有了的 就是腕 這兩隻手指廢 不是很有用的 有什麼用 看著 你就是要這兩隻手指 撐住球 輕輕 我們叫做用音力 但是音力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明白 我解釋一下 大約這個力 吸上來的 吸到上來 用這兩隻手指 吸到球上來 OK 放在這裏 向上 又不會脫手 你一定要用那兩隻手指 你才會不脫手 用那兩隻手指撐一下球 好了 當這兩隻手指撐到球之後 這三隻手指就會更加容易落回 這兩隻手指用力 三隻手指向下拉 更加容易落回 講了十幾分鐘 這次很長 希望你們可以再慢慢練習一下 我想兩個動作已經令到你明白 什麼叫做落回 記住第一個動作 你這個動作做不到 你是脫手落不到回 另外一個動作就是 單手向上射 落回來 你可以自己測試 在很近藍框之下 你用盡碗 它不會飛走 明白嗎 拿盡碗 它不會飛走 它一樣會追回到框 你就真正落到碗 落到碗的時候 你可能會射遠一點 其實不關歷史 當你有旋轉之下 球才會射得遠 明白嗎 好 今天 就到這裡 希望這個手腕的動作 我會令到你更加容易明白 什麼叫手腕 好 今天 完 沒有球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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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